Amanda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 钱会算得很清楚 对 我们今天从星盘当中的 太阳 水星 金星 还有上升星座来看 那当然我们先讲一下 大家都知道 金星跟一个人的金钱观 金钱态度 怎么使用金钱有关 对不对 所以算钱可以看金星 为什么今天会观察水星呢 跟大家说明一下 你会觉得我们常常就这样讲 你这脑袋到底怎么想的 你当初为什么这样做 就是每一个人脑中的思绪思考 其实透过自己星盘的金星来观察的 所以我们今天观察这几个部分 首先第三名 如果落在天秤座的朋友 我们说呢 基本上我们不占便宜 也不希望受到损失 那会算得很清楚的领域在哪里呢 特别是跟朋友互动 朋友相处的时候 天秤座的人都喜欢 能够算得清楚一点 我看了文婉姐的 金星在天秤 带有点这样的特质 很多人会说啦 天秤座不都是那种 很客气 很好相处的星座 对不对 常常我们讲天秤 去哪里吃饭 什么他们也都好 都很配合的 这是天秤座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天秤座这个星座 它的守护心还是金星 基本上天秤座的人 他们对于金钱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敏感性的 对 所以跟朋友相处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一起去吃饭好了 可能吃完之后呢 天秤座的人 他比较希望就是 我们大家就各算 今天吃了多少 大家各自分担好了 不要混在一起 好 那这就有点麻烦了 对不对 今天你吃 你叫了什么东西 吃了什么就付自己的钱 这样子算清楚 大家都没有负担 因为天秤座的人 很怕会有负担 那如果今天朋友真的说 没关系啦 这一餐我请啦 对不对 我最近投资不错 我请客 天秤座的人 他也不会吃了就忘了 他会记在心中 改天有机会 他还是会说 那我们再来聚一聚 可能自己还是会 把差不多当初 被招待的这个部分 他还是会回馈回来的 他就说 他们会算清楚的部分 在这里 我不会想要去 特别占别人的便宜 但是我也不希望 别人要来占我的便宜 这是天秤座 他觉得在 跟朋友互动的时候 带有的一个特质 第二名呢 如果落在金牛座的 我们说呢 认真对待每一块钱 你去观察 金牛座的朋友 他们对金钱的态度 真的不是因为爱钱 才会算 他们是因为觉得 每一块钱就是每一块钱 那特别会算清楚的是 在投资理财的部分 好 很可能金牛座的朋友 来宾都没有 对不对 金牛座的朋友 今天看完我们节目 知道 天哪 马律师居然提醒 好 可能说你看 结婚前的财产 是我自己的婚后 不管这个 我们很多财产 可能都是叫夫妻共有 对不对 好 那金 又特别是那什么 这个金钱 你很难去区分 所以金牛座的朋友 如果看完这段节目 他可能就会 自己提醒自己 我们在婚姻关系当中 有机会的话 我就尽量花现金 花钱 好 那种不动产 或者是一些这种 就是比较可以有 归属 算出来是谁的部分 我们就尽量 不要去动到他 他们对于这种财务状况 投资 怎么去存款 怎么去运用金钱态度 他们就会分得很清楚 第一名呢 如果是落在 处女座的朋友 理论上 我们会去计算 开销的原因 是我们乐在其中 去看喔 很多处女座的人 他们真的很会拿一种 这种小本子 或者是呢 就是每天有什么样的开销 日常生活当中 有什么样的开销 他们都会去记 会去真的写下来 会去算 这个过程是因为 他们就是乐在其中 好 那像我有遇过 这个处女座的一个 一个这个太太 他就是那种结婚的时候 就是夫家也对他很好 又送房子 然后又包了很多红包 生了小孩也包了红包 他自己有工作 那他当然也是相夫教子 都处理得很好 那结婚大概十多年之后 婚姻出了状况 那这时候婆家就会出来 你知道就是讲话 有时候不那么好听 说你现在过得这么好 还不都是用了我们家的钱 你看我们当初怎么样怎么样 就开始会有一些话出来 这个处女座的 这个太太怎么样 她马上回到房间 翻出那种好几本厚厚的账本 她就是把结婚之后 从结婚那天开始 她收到多少钱 她赚了多少钱 她先生赚了多少钱 每一笔收入她都写下来 然后呢 对 然后呢 今天要去买什么东西 很夸张 小孩的费用 这个什么注册费 学费这个都有 小孩今天去便利商店 想要吃点心 花了多少钱 你知道就是我们很难想象的那种 细的那种数字 她都写下来 然后事后 当场让公婆闭嘴吗 没错 她就当场闭嘴说 我没有用到你们家的钱 你知道就说 好帅喔 对 她就觉得大快人心 可是你事后问她说 你怎么会想到 是有律师教你吗 她说没有啊 我就觉得记账好快乐 你知道她就觉得说 我会知道每一笔钱 每一块钱怎么来的 怎么出去的 她自己乐在其中 那所以我也会提醒 初女座的朋友 我们理论上 应该要可以发挥这种特质 你知道就可以做到 这样的一个程度的 所以说玉子跟老公在钱财上 也还是有一些问题 所以玉子姐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老公 到底有多少财产 完全不知道 从你婚前到婚后 你完全不知道 她有多少财产 不知道 而且我还是在那个 这一次的新闻事件里面 记者写出来说 她有一笔土地呢 然后过户给了她弟弟 我也才知道 原来她有一笔土地 就这样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我一开始结婚的时候 你怎么好意思问她说 你有多少财产 我们连聊都没有聊到 这个话题过 她只有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就告诉我说 我没有问她 她就主动地先跟我说 我的财产已经信托了 然后我就想 信托是什么 那信托到底是什么 是很多钱吗 所以她信托了吗 对 我也没回应 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 信托是什么 对 那事后 信托是什么 事后再去问 就是跟你没有关系 跟我没关系什么 这样的 我从来也没有想说 要拿她什么 她有时候还会跟你借钱 跟你吊钱 借钱 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 就是可能那段时间 她财务应该是有一点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那段时间 就是我们房贷在缴的那个 就不太正常了 每个月 然后银行都会来催我 因为我是贷款人 那我就问她 我说你那个房子怎么没有去缴吗 她说有啊 我有叫谁去汇款 我说谁啊 我朋友啊 我说哪个朋友啊 她说反正你不认识 反正就是她有叫她 我说可是没有啊 没有吗 我再查查看 反正就是这种事情一直持续 好几个月都在发生 我忍不住了 太阳就出来了 就 太阳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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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忍不住问她 我是担心 我是担心说这个房子会被拍卖 因为连续已经是好几个月都这样 说她在外面做一些小生意 然后也都不会跟你说我做了什么 你有知道她跟人家有合伙或者投资什么 做哪些吗 没有 我不知道 你从来都不知道 那只是说偶尔会周转不过来 就给你周转个几万块 对 那你们夫妻间的这个借贷 然后也都没有写借据 当然不会写啊 那她在外面欠的钱 你也要三催四醒 她怎么会就还 不是 她跟我借钱说实在的 我也是想说我替她想 我想说她可能最近经济状况可能不好 所以她忘了还给我 对 那可是时间又经过很久了 天同 天同加太阳 讲话都会帮人家留余地 留面 其实我也不会 所以明明是做错事的人 听久了就习惯了 我就没感觉 对不对 太善良 一直等到差不多快一年了吧 我就想说不对啊 而且那时候我跟她感情不好 就常常在吵架 那我就觉得说再怎么样 我也要把我的钱要回来 所以我就跟她讲说 你上次跟我借那钱 那什么时候还给我 她说我没有还给你吗 我就说 这句话有点像 这比律师还厉害的这句话 比律师还厉害 没有 她那时候讲我就想说 她的个性本来就迷迷糊糊 可能她真的忘记了 我说没有啊 你什么时候还给我 然后是这样子 好 那个我再会给你这样子 然后对 又隔了一段时间 因为没会了 我就说你 我就问她了 又隔了几个月 我又问她 我说 那你不是说钱要会 没有会给你啊 我说没有啊 我现在几用钱 我现在要 我就找了一个结果 说我要用到钱 这是已经婚后了是不是 婚后了 对 来 我们又问一下马律师 夫妻是不是要知道 对方财产有多少 比较有保障 如果对方都不愿意透露 我们可以怎么做 其实你夫妻 我们说夫妻要结婚的时候 结婚前叫没佛问 对 你结婚前去问 那怎么问 有的时候一问的话 就不结婚了 结不了婚了你也知道 有房有册有什么 那个你就知道 类似相亲那种 如果为了要吸引你 告诉你我家很如何 多好 多好 其实也没得查证 就刚刚文王刚提到的 什么家大业大 其实房子带八成 婚前要去查人家财产 第一个难于其辞 第二个查下去可能副作用 结婚也别结了 那结婚的时候 因为感情如胶似漆 这个很敏感 一问下去 我可以教大家方法 但是我怕大家一弄下去 可能每天都吵架 说你是怀疑我怎么样 你是觉得怎么样 来这边一开口 都还没有过几天的日子 你就开始问我财产 是想做什么事情 不然你说说 好 我也是要问 先 如果今天先了解老公的 固定收入 在哪里上班 一个月多少钱 这点我觉得应该不难打听得出来 因为你们夫妻在合并 申报的时候会有那个资产 会有出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是说 不动产的部分也很好掉 花一点心机 不动产你的户籍 你老公的身份证字号 其实可以找地震代数去调一下 有没有名下不动产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偷偷去查的 报税的时候 不动产的申报这些资料 还有报税的时候 你就说老公税我来报 没关系 夫妻合并申报由你来报 你去报就可以看到 老公的财产 那个一拉就搭出来了 用这些小小的技巧 而不是披头见山就问 你多少钱 不用 你说那个 今年的报税以后都我来负责 你太忙了 我来帮你报税 夫妻合并申报 另外一个名字是说 当你买房子的时候 你买了房子的时候 你自己当所有人的时候 要去银行去 亲自去银行问 不要什么东西 老婆明天银行要贷款 你要签一下就好了 老公都看你的 我要签签 必然一直签 一直签 一直签 的确会有这种状况 我说过 但你说我要很仔细去 很仔细说老公 这些银行叫我签的就签 那我换一个角度的跟各位说 你说老公不用担心 这个银行的事情 我明天帮你去跑一趟银行 我自己去谈 你自己去 就把那个银行呆出来 把他从头问到我一遍 反正他要服务你 对 不要懒 不要自己 老公丢来签一签就丢回去了 你觉得说老公你不用去 我明天去找银行行员 我来帮你办好 当你去找银行行员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本性 露出来 对不对 好好去问一下说 我老公借多少钱 在里面一直问到你爽为止 而且自己去的时候 可以带妈妈 对 那妈妈乱胸 然后你在签字的时候要注意 我是当保人还是借款人 然后不要随便签一些 支票 本票留给 最怕的女生签 拿支票给老公用 是 帮老公签一些本票 是 千万不能有 因为这些东西 你一辈子都是你要玩的 所以我们不求从老公那边 拿到很多大多的财产 但是不可以从老公那边 拿了一堆垃圾 回来在身上 是 而最担心的是 每次你在签字的时候 都不知道在签什么 但是夫妻间互相借钱给对方 真的是紧急掉头寸 帮他渡过难关 完了 帮他渡过这一次 他会更爱我 那这时候可以怎么做 更有保障 老婆 借我个一百万 那你就说好 对不对 然后汇到哪个账户去 通常就有时间 什么时候电汇进去 然后什么时候写个承诺 那承诺书当然有可能是 用LINE的对话记录 你也要截图截好 然后写借据 我想夫妻之间写借据 又碰到那个敏感的话题 但是如果今天用LINE 截图截下来以后 你回个图回他说 老公我明天汇一百万到 你的某某某某账户 那你的LINE截图上面 不是时间 账户 金流 他如果都以读不回 他也没写OK 也没写什么怎么办 通常如果你有电汇进去的话 我就觉得真的是OK的 因为他开口跟你借钱嘛 你说OK 然后我再电汇进去 那就代表这个已经成立了 现在就是你一定要电汇进去 不要拿现金 我最怕夫妻之间 不要你明天拿现金 给我现金一拿来产了 你说玛丽氏截图跟你看 他跟我说借一百 我说好 我说你怎么给他 拿现金嘛 我说这边哪个 你老公会说 就像玉子刚刚提到的 我还你啦 那个老公会说 对 我说要跟你借 你说好 但是你没给我钱 跟他说不要汇款 银行会查现金流 那我说没办法 我现在教你这个方法 你要当太阳不断地燃烧 给你的老公说 现金就现金 要什么就什么 那我也没办法 我那时候其实 我曾经 我不是离婚 现在已经十年了吗 我曾经一度五年 都在恐惧当中 他一定说你在恐惧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 其实这样讲好了 因为我那时候 不是大的房子 山上的那个别墅是 就给我前夫 可是有一个问题 其实那时候 是他名字没错 我是担保人 其实买房子 是要有一个担保人的 可是当下我是觉得 一家人哪有分你我 我做你的保人 哪有什么问题 而且都我在付钱 哪有差 对不对 好了 问题来了 那时候离婚之后 是名字给他 可是我后来是过了 已经离完婚 过了半年之后 突然间 我就我马上 也是上命运来干嘛 好像律师讲了一句话 我登 我想不对了 你知道哪里不对 因为律师有讲说 你虽然名字过过去 他的名字对不对 你如果是他的担保人 万一他要再去贷款的话 他如果不还 是你的责任 你知道我那时候 我应该是来上命运没有错 然后不知道是 不知道哪个律师讲 我开始如坐针毡 你知道吗 我想 对啊 怎么办 因为我完全 已经没有办法掌握他 那怎么办 你这时候怎么回头去讲 你知道吗 没有 我就马上 不是 我就马上下了节目 我打电话给银行的那个经理 当初那个经理 我说不好意思 我发现有一个bug在哪边 我说如果万一 那个某某人如果说 他要用那个房子去贷款 我跟妳講 这个保人我真的没有 我不 就是跟我无关 而且我也不答应 你一定要通知我 我是用这个方法 我不知道是对不对 反正我就说跟我无关 因为我们已经离婚了 然后再来 后来我才辗转地知道 其实离婚五年之内 他是不是都可以 处分我的财产 没有 那是剩余财产的请求 对不对 他可以请求 剩余财产请求 有差额可以要 五年之内都可以再去告那个 我刚刚提到的一人一半 那个禁职的 我都离婚了五年之内还可以告 都可以要 除非你在离婚前 我离婚之后五年之内 我中了乐透 都要分一半 不是不是 应该是说你在结婚那一天 如果没有把你的夫妻的财产 分别财产字 把它清算清楚的话 没有写 我遇到很多夫妻只写离婚 我们两个离婚 孩子归职 每个月抚养费多少 他事情多少 忘了一句话 我们的财产从此以后 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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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写这条 五年内都可以再回来 去会社会告 我就是这样 好恐怖喔 很恐怖 不 还好他们都 虽然离了 但他们也不是那样的人 没有 不是 他们不懂法律